自证理事会今天召见来自公共交通领域的机构巨头 那第二次前来的捷运公司首席执行员沙里尔莫达就透露 今天的会面主要是探讨如何降低捷运工程二号线的成本 不过究竟减少多少使用的机制又是什么 这一切都没有回应 针对政府早前宣布取消三号线工程 沙里尔则表示这项决定是维持不变的 我们谈讨了如何能够减少线二价值 那是有关关系的 我们谈讨了一些想法 然后我们从那里去 LINE 3确认是消费 对吗? 在此前它已经消费了 他说是缺费的价值 不是真的 我们正在努力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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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正在努力上的努力上 我们正在努力上的努力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网友的钱 耗资321令吉星建的捷运二号线 连接双膝卯诺沙登道步城 截至今年4月已经完成24% 放眼2022年竣工 而在规划阶段的三号线工程 有八成路线在地下隧道 因此工程高达400亿令吉 这也是新政府取消的第二个大型计划 针对媒体早前报道 资政理事会接获建议 用200亿令吉提升马来亚铁道公司 现有的双轨火车设施 作为龙新高铁的替代方案 马来亚铁道公司首席执行员 穆罕默拉尼指出 今天的会面并没有谈及这件事 虽然改善轨道系统已经进行 不过完全取代龙新高铁 依然有难度 另外 莫哈莫拉尼同时证实 拥有61令吉土地库的铁道公司 原定今年发展第一个地产建设项目 基于各种原因 因这项计划展延到今年尾或明年初 八度空间李运祥 吉隆坡报道